夫子他就是一个躲在书院 不敢出来的老东西 整个人世间都没人敢对夫子不敬 你竟敢对夫子恐出方言 我就说怎么了 他就是个老东西 烂科四一战 君莫一见斩杀玄空四宝树大师 直接绝了这佛宗颜面 屈尼心中不爽 带着宝树的官果来到这唐国城门 大声怒斥唐王李忠义纵容子民屠戮生灵 放任宁缺行凶作恶 李忠义 你是一个天宫魂军 这曲尼宝贝更是扬言 这两口棺木其中一座便是替自己准备 倘若唐王不给出令世人满意的答复 自己便自裁在这唐宫门前 曲尼此举自是为挑拨唐王 想借助唐国朝堂力量 让书院将宁缺隔除 以便让个宗门肆意追杀宁缺 以正正道 可这唐王怎会任由曲尼百步 不仅命国师李青山撕毁这月轮国书 还让人在夜间将那一口棺木直接烧 待曲尼次日到来 见到辞警恼羞成怒 当即就要下令杀入城门 李青山本是出于好意劝谱 说这都城有夫子坐镇 姑姑又何必自取其辱 夫子他就是一个躲在书院 不敢出来老东西 整个人世间都没人敢对夫子不敬 你竟敢对夫子恐出荒野 我就说怎么了 他就是个老东西 曲尼说罢便将一道念力释出 这国师竟直接向后倒退数十步 可惜这嚣张的谩骂 竟让千里之外的夫子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曲尼你这个疯婆子竟敢骂我 夫子说罢便甩出一只筷子 让曲尼直接消散不见 惯回你的月龙回去 而另一边 宁缺正带着桑桑一路逃亡 那天女的身影 在桑桑的梦境中出现得愈发平凡 桑桑知晓那黑暗的日子即将到来 趁着自己如今还算清醒 当即想要宁缺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 我想跟你生孩子 宁缺文言双腿一颤 眼下大劫将至 自己哪有心情形难男女之事 抓紧时间跑路才是当务之急 桑桑见状也只好作罢 这日 桑桑见宁缺还在熟睡 便想着外出打点水来 哪想半道坐落一白发老者 见桑桑头顶盘旋无数黑鸭 已是猜到其就是冥王之女 本着替天行道人人有责 这老者当即便是一掌朝着桑桑面门拍去 也幸亏宁缺在此刻苏醒 感受到桑桑遭遇不测 立即弯弓射出一道原石三剑 呼唇一声便将这老者洞穿 带宁缺赶来 桑桑已是晕厥在地 宁缺听罢心中暴怒 伴随一声嘶吼 手持坡刀便冲杀而上 将这老者直接击杀 可宁缺念力的释出 已是惊动了这佛宗天下行走七念 当即锁定宁缺的气息 快速感到这北幕荒原 也幸亏这七念未突破无拒进 待其感到已是不见宁缺身影 此时大先生李漫漫也追至此处 长时间的追赶宁缺 早已是让李漫漫精疲力竭 七念见状便想跃跃欲试 一雪那日被李漫漫破肩飞摔的耻辱 只是这七念倒也讲究 知晓大先生不善格斗招式 便以气海念力相拼 就看天空忽然变化 无数星辰交相闪烁 李漫漫面带微笑一抹念力释出 一道刺眼光芒乍现 七念直接喷出一抹烟红 就看李漫漫拱手一礼说道 成长 你早知我念力受损 却还是给我调气的时间 忠败于我手 我怎么能趁人之危 你我之间的决斗必须公平 李漫漫对七念此举自是钦佩 可即便如此 自己还是要带走宁缺 不让其受到任何伤害 我做不到的事情 蒋经手作可以做到 我给你公平 也请你给人间公平 李漫漫听罢也懒得理会这词 直接闪身消失离去 而这七念也只好来到悬空 这悬空似蒋经手作号称人间之佛 早已练得精神肉体刀枪不入 七念此行自是希望这蒋经手作可以出山 击杀宁缺消灭冥王之女 为人间除恶 切不可心慈手软